各位姊妹,今天的四经金句是 你们应按圣言来实行,《雅各白书》一章二十二战 偶然有些兄弟姊妹跟我说 主教,你讲的道理真的讲得好了 通常我的回答是说,当然先多谢一下 接着就说,我们一起生活吧 为什么呢?因为只是听好听的道理就没什么用 听完道理之后,如果生命没有改变,就等于没有听 《雅各白书》有说,今天我们的二十二节 如果你自己回去看看,《读经》一旅跟着那几节 他说,如果听了而不去实行 听了圣言而不实行,就好像什么? 好像一个人对着镜子,看了自己的样子 照完自己的样子就走了 那他又忘了自己的样子 就是没用 按着圣言来生活,就要谦卑的心 要由聆听开始 因为你不听,怎么知道圣言对自己有什么要求 就是天主对自己有什么要求 那怎么可以实行呢? 一场成功的讲道 讲得很好的讲道 其实听众和讲者一人一半的责任 大家都有责任去生活出来 不只是听,不只是讲 那我自己应该按圣言来实行这句话 其实都是对讲者说的 就是对我自己 我去讲道理 我跟别人这样说 那我自己是不是这样生活 我都要按着圣言来实行,来生活 那圣言会叫我们做什么呢? 当然不否定 有时候真的会叫我们做些事情 譬如像 圣安当 没多久之前,我们过了圣安当 1月初的时候 1月7日 那就是他的纪念日 他听了圣经之后 要舍弃一切 那他真的卖了一切 但天圣言到最后 其实就是叫我们 在生活当中 如何努力 在各种的私言行为里面 如同耶稣基督一样 去爱主、爱人 所以说千言万语 总归一句 就是天主对我们的爱 而这份爱 自然会产生动力 圣言就会像种子 像一个杀种的人 杀种子一样 圣言本身是有生命力的 何时我们真的听天主的圣言 听天主的爱 入到我们心灵的深处 我们自然有动力 要生活出来 于是 如果我没有生活 没有实行 即下 说我没有听到 你们应按圣言来实行 下个白书一章二十二节